电梯脚的C罗,小碎步!的梅西,终底不过一个叫哈尔多松的长腿导演。 世界杯开赛三天,可谓精彩分成,C罗的帽子戏法,让球迷直呼过瘾,特别是中场前扳回比分的电梯球,不可思议,演超人的想象力。 阿根据停队冰岛的比赛,梅球王依旧夺着小碎步,闪躲腾挪,在高人堆里进进出出,偶尔射船,也能擦门而出。 而真正抢的风头的,让世人测目的,不是两个球王,而是冰岛队的门神导演哈尔多松。 整场比赛,他高阶低挡,多次化险。更为神奇的是,他竟然扑出了没球王的点球。 铺出点球的一刻,后面的万达广告牌一一生辉,仿佛在向世人宣告这经典一刻的到来。 哈尔多松,何许人也。冰岛著名导演,身高194厘米,直到四年前,才结束了自己的兼职生涯,正式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。 在此之前,他导演的代表作是2012年欧洲金曲大赛冰岛的参赛MV。 哈尔多松导演的MV,Never Forget, Greater Sony。 他还指导了可口可乐等多个品牌的广告。 就是这么一个名导,何不知名的球员,在世界杯冰八之战中,抢了梅西的风头,被评为本场最佳球员,令世人震惊。 球迷戏称,哈尔多松是导演中守门最好的。 看了这场比赛,我想说,即使在所有的足球门将中,他也是最好的,至少是最好的之一。 更重要的是,哈尔多松在足球和人生两个舞台上,给了我们太多的启示。 一、场上刹那的经验,来自场下千百次的功课。 世界的球迷见证了哈尔多松扑出梅西点球,是那么的轻松。 敦不知,他背后做了多少功课。 哈尔多松接受采访时说,对于我来说,铺出这个点球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候,尤其是当我们可以凭借这一场比赛拿到一分的时候,如果我们想要进入淘汰赛的话,这样的结果是非常重要的。 我做了很多功课,研究了很多梅西法点球的视频。 我还回顾了过去自己面对点球时的一些情况,以及预估了他的反应。 我对梅西可能会把球阀向的位置有很好的预感。这才是事实的真相。 我突然想起冰心的一句诗,成功的话,人们只惊现他现实的明艳。然而当初他的眼儿,浸透了奋斗的泪泉,撒遍了牺牲的血液。 二,平衡生活,才是人生真正赢家。梅西,少年时代就进了职业队,年少成名。 虽贵为球王,但他的世界只有足球,人生难免单调。 而哈尔多松,曾是全职导演,在导演的世界,他拍出了国内最优秀的作品,兼职的足球,他率领球队打进了欧洲杯,世界杯,在如此不同的领域都做到优秀,体验到如此不同的人生。 在我的眼里,他更是人生的赢家,真是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。 这位门将甚至表示,自己世界杯之后的目标就是奥斯卡,我的主要工作是一名电影导演,因为我大部分收入来源于此。 不过我尽力完美平衡这两份工作。 人家就是这么牛逼。 医生陈奥迅为导演哈尔多松颁发本场最佳球员奖。 相信奇迹,奇迹终会发生。没有什么不可能。 哈尔多松所在的冰岛队,只有不到34万人口,还没我们一个现大,球迷为此编了这样的段子。 但就是这样一支冰岛队,胸怀梦想,屡创奇迹,让人们看到一支小球队也能成就大梦想。 在两年前的欧洲杯闯入八强后,冰岛又站在了更大的舞台,成为有史以来参加世界杯人口最少的国家,并在首场比赛中逼平夺标热门,梅西领衔的阿根廷。 如果一个导演都能铺出梅西的点球,如果一个只有34万人口的弹丸小国都能占平世界冠军球队,还有什么不可能? Nothing is impossible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